这个 这里凭什么读歌 好问题 我告诉各位 那个叫做 人性贪婪 我们每一个人 我不是说那个警察处事 我是说那个女间后面小城中间 我知道 对 我知道 你听我讲完好不好 谢谢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要组成一个独庚案 各位 你家有按摩绿缸 我家也要有 不然会因为一个按摩绿缸 来出人命 所以呢 每一个司办独庚 十个有很多大的比例 都叫百戏脱工 因为不透明 柯市长问我说 南机场有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说有一线希望 只有一线 那叫做什么 公开透明 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如果每一个人 分为一块钱 就不可以有一个人 手指一指 他是一千块钱 每个人手指一身 每个人都是十块钱 这个叫都庚 那我现在回到这个事情 蔡理长说 不要七折八扣 那就大家都不要七折八扣 大家都是百分百 有没有希望 一定有 如果公办都庚 那个一线希望做成 做完一个 一百个都会成 我跟各位讲 台北好难看 谁说台北好好看叫骗子 台北真的很难看 你整个走完 各位 这里还算好 你眼睛打开好不好 兰州 斯文里 剑坛 浮明 西宁 每个都是人间炼狱 台北人不要骗人了 但是 只要这第一个两万户 可以跨出去 真的有一线希望 回到这里 我今天不是讲了吗 三百五三十五 谁告诉你那是最后答案 我也没有讲啊 还评委员 比你我还严格 那个时候大家再去敲锣大鼓 不应该是三百五 应该是 X 隔一条街也是X 就那么单纯 所以 都没有七成八扣 大家都是百分百 市府不是来赚钱的 那今天谈三百五跟三十五 是这块土地的答案 可是市府有一件事情 跟大家一样有良心 谈到良心 我不是科学家 我不是地质学家 但是今天我怎么可能坐在这里说 管你什么段成非盖不可 不可能嘛 答案就是不可能 因为那一天还没有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几年以后 大家人生又虚长几岁 就像摄子岛 摄子岛45年 那叫台北人的耻辱 广市 广市有没有可能45年以后还在谈 不是没有可能喔 有一线可能 我刚听了这些事情 我其实非常感谢这八个月来 我的人生修行 进了一大步 因为这是个公民社会 大家在讨论 所以我现在把时间还给各位 我要说的是 有没有可能成 有可能 有一线希望 就是我们一见再见 一见再见 一见再见 然后呢 我的同事们 真的 刚才简单吃点东西 回家还要做会议记录 这是独法局的传统 所以 我把时间还给大家 今天只是再来一次 我其实自己觉得 有一线希望 我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有一线希望 让我们继续见面 至于刚才 这位先生讲的 那个必然的事情 我自己 倒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会注意的 我们当然要 相当相当的注意的 所以整个来讲 今天谢谢大家 我们会一见再见 我们会一见再见 因为这个事情 这是个公民社会 很重要 最后最影响的公事 共事觉 当然 我记得上次有一个议题说 而且我觉得是 是住在这边的居民 住在这边的居民 他说一句话 他说 那我们大家来决定 要不要开发 还是维持功能 你真的认为 你真的认为 是否认为 开发是唯一结论吗 是否在做一件事情 是这个理想国 真的值得讨论 接下来 各位 刚开始而已 我觉得在一段时间 我会听到 我不要那些 讨厌的做轮椅的老人 住在这个社区 我一定会听到 我一定会听到 我不要那些 只付八五折 还要补贴三千块的人 住我这里 我一定会听到 因为我们大家 都是普通人 那今天其实我要说的是 这个事情 刚开始 都市计划 刚通过 但是不是定论 我们一见 再见 好 谢谢 各位相信 我们今天的说明会 就到此为止 那施工方面的议题 如果 还有意见的话 我们这边 都欢迎各位 跟都市大营局来订阅 那我们预计 是在 这个礼拜五 开工典礼 欢迎各位来参加 早上就是礼拜 谢谢 我们刚才各位朋友的答案 我们因为在 这个 都到我们这边了